我们刚才欣赏了 盛世风度 子弹一季 瘦 一天天一点点 还有SPY 大家开心吗 开心 然后我们今天的MCA来聊一聊 用方言说一说哪些经典的影视剧台词 有时间开始吗 来 你们是准备了吗 真的吗 她肯定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 不是 这是用方言 方言要用你自己加方言 我不是东北人吗 真的来啊 我对谁说啊 对我吧 对我吧 你随便 炒 味相同 然后我对你说啊 曾经有一份贼拉子纯的爱情 搁在俺眼前 俺没咋当回事 直到怎没了 俺才发现 这个世界上最憋屈的事也就这样了 自从给人堆里 嗯 啥嘛你也 我不想入境 俺就 我不想进入他们的世界 俺就被你 整个人给迷倒了 俺真的好歇恨你这样的 一会儿瞅不见你 俺就无几六寿 如果再给俺一次机会 俺一定不搞搞告诉你 俺歇恨你 土形酸好甜啊 这个太难说 要不你们尝试一下说这个东北的吧 我要说 或者就这一段然后我们用 对就用你们自己家方言说出来 真的吗 对对 我说的你们没有一句听得懂怎么办 你说吧我听一下 真的吗 前几五岁 这一啦 想起来的爱情 反正我的名字 我没等回事 才得到会报客 我就发现 世界最最 最长的是 也就是这些了 你在说 你在念经吗 你们听得懂吗 太文吗 这是什么 这潮汕话吗 对啊 这是潮汕话 米南语 米南语就这样 你们听得懂台湾话吗 这上面写的是东北版 你要用台湾 这上面写的是东北版吗 对 这东北版 你们可以议会一下 成为你们自己家方言 所以我说 我说的不搞笑 是因为你们完全听不懂 那你说 说一点听得懂 你不是说 用粤语吗 你不是也会粤语吗 你说这个 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 招会了 六一分来了 那我帮你对一下 好不好 来 做了功课 对 你无情 你残酷 你无力去呢 你不用你的方言说吗 哦 对 等会 我不会 我不会方言 因为我从来在北京长大嘛 然后江苏话 也不太会说 我就 我就自己瞎说了 对 你无情 你无残酷 你无力去呢 哪里叫不无情 不残酷 不无力去呢 我哪里无情 哪里残酷 哪里无力去呢 你哪里不无情 你哪里不残酷 哪里不无力去 你什么妈妈 你什么玩意儿 等会 还有 我就算再怎么无情 再怎么残酷 再怎么无力去呢 也不会比你更无情 更残酷 更无力去呢 我会比你更无情 更残酷 更无力去呢 你才是我见过 最无情 最残酷 最无力去呢 的人 哼 你叫男女 你自己自公自首来 这段也行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 哪一段 这有啥区别吗 现在就可以说了 是吗 赵天阳你哪儿的 我东北的 他东北的 你会说东北吗 东北的 我好想看到你俩东北娘们儿 你说谁是娘们儿的 你说怎么说话呢 你咋能这么说话 你们在猜吃点吵架 来东北那嘎嘎的一块说 一起吗 你们俩说吗 一起 我听赵天阳 东北话标不标准 我东北话过六级了 我跟你说 我读的肯定比你标准 来来来 瞧不起我 你们俩白头一下 应该让他们俩无力去闹 那个 是吧 那个没什么东北话 可以往里添 曾经有一份贼拉 贼拉子纯的爱情 哥 哥在俺眼前 俺没咋当回事 直到整没了 还有感情呢 好有感情 来 师长送 俺才发现 世界上最憋屈的事 也就降神的了 这啥字啊这是 完了哭哭写了 没有人看得懂 自从个人堆里 什么什么 丑了你 自从个人堆里 丑了你一眼 你喝了吧 喝大了 丑了你一眼 俺就 俺就啥呀 跟哪 这不猪拼了吗 跟哪 俺就 这个这个 俺就被你 俺就被你整的 迷了胡的 我觉得我说的比你好 俺真的老邪你了 你看我说 他写的是 俺真的好 欺赫你 你说 俺真的老邪你了 一会儿瞅不着你 俺就 无疾六寿 如果 再给俺一个机会 俺一定 笨高的 告诉你 俺老邪你了 我替诚哥答应了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就这样了 一定要说成 就这样子的了 你东北哪呢 我是内蒙的 内蒙 东北 叫东北吗 内蒙算东北啊 是吗 不知道呀 就 最靠近黑龙家的 那一部分 那我来说一个吧 快快快 我就 我想听你说 骂爸爸 爸爸天经 你先搜 我来 我先说一个 我来说 因为我不太会嘛 我就用普通话说了 我就说 我之前说过的一个 那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家一起来看流星雨啊 我是慕容云海 好 来 你帮忙扮演一下 纯包鱼塘那个 你是猪 我可以 给点面好不好 我是 你又东北话说吗 就我一下 你是猪 可以延伸 你是豪猪 花猪 光猪 蠢猪 笨猪 乌拉小鼠 猪八戒 你是这样杂实的懒惰 生物体 你是真 你是天空 什么玩意儿 你是这样杂实的懒惰 生物体 你是星光天 灿烂一下 一直绝望 因为孤独的动物 你是一只 永远被遇上蓝天的蠢猪 是不是up吗 就我一个人被骂 还这么开心吗 搜到了没 我给你说一段 猫和老鼠天津版 来来来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小时候看过 东北版的 那你前来 那不了 猫和老鼠吗 你说 猫和老鼠不是没声音吗 有声音 有配音版的 有配音版的 来 你们没听过吗 就那个 前面那个片头 我想想怎么 这 来到了天津位 骂也没学会 学会砍汽车 压死200多 警察来找我 吓得一哆嗦 连滚带爬 转进了耗子我 耗子见了我 不记得了 听懂了吗 我听了 转进耗子窝 耗子见了我 就是 来到了 骂一点 来到了天津位 骂也没学会 学会了开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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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死了200多个人 然后警察来找他呢 他就转进了耗子的窝里 转进了老鼠的洞里头 200多个人 他命够赔吗 不重要 不重要 你吃鸡一点 不行 这太重要了 现在上海都 垃圾分类了 对 你是什么垃圾 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垃圾 我是真的 我是干的 我其实在AMC的时候 我特别想说 昨天各位在桌子前面 分垃圾的时候 我真的很不想认识各位 我现在每次 一到一个垃圾桶 我都先蹲下 沉思一会儿 我昨天真的 我在那个垃圾桶那 蹲了好久 我在想 我是属于什么垃圾 你想想你是什么垃圾 昨天不是说 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可能是有人 吓唬人还是怎么的 我如果 我扔错了该怎么办 然后说 你如果扔错了 就会被抓进去 然后小慧在旁边 啊 我会被抓进去 那个垃圾桶里面 会伸出一只手 把我抓进来 然后昨天 姐姐还给我们讲说 现在有一个职业 就是大学生 他们现在就是 暑假兼职 去帮人家分类垃圾 然后说一个月 可以有上万 是不是 然后七月文 然后七月文 真的 七月文开始创业了 七月文 大家开始心动了 心动 心动了 对 而且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是明天 就会回北京了嘛 对 然后刚好好像是 我们听说的是 上海7月1号 才开始执行这个政策 如果 明天是吧 明天 哦对 就是明天 就我们明天走了 我们可以走了 首先就是你 你可能在红桥机场 就被拦住了 我吃剂子 好不容易回一趟 北京的剧剧 可不可以 就把他们现在的垃圾 全部打包 然后明天就 跟我们一起 带回北京 带回北京 对 帮个忙吧 北京也分类吗 别带垃圾了 带我们 对 你是什么 你好糟啊 有害 你们家庭路的人都这么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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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是觉得你是连垃圾都不如的 还是比垃圾好一点 它是可回收垃圾 但是有其他 那回收到优堂 那个剧剧好 那个剧说猪都不吃 对猪都不吃你 这个垃圾 不是我说的 是那位剧剧说的 不是我说的 完了 没有人了 找不着了 我猜了 好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接下来 有请大家欣赏 精彩的歌曲吧 耶